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伟佳琪 首先我们要先带您关注到的是 当然是乌俄局势了 而这一节加入我们的来宾 有包含了前空军副司令 张延婷张将军午安 午安 好 还有新北市议员叶元芝 元芝哥午安 大家好 还有台北市议员王宏威 宏威议员午安 家亲好 大家好 好 那么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关注的是 乌俄局势当然现在已经是开战了 所以大家很紧张 而且遍地风火 最新的情况带您一起来看看 乌克兰北部传来隆隆炮弹轰炸声音 居民用手机记录全程 另一个角度也有人拍下远方建筑物 窜出浓浓黑烟 乌克兰风火遍地 就连南部的赫尔松 也疑似有加油站被飞弹击中 当地民众开车经过 直击飞弹落下 下一秒土石喷飞 直接往车子炸 但或许是加油站没油了 否则爆炸威力恐怕不止如此 这连CNN记者在网赫尔松的采访路上也见证战火无情 桥上有飞机装甲战车还有多处两军交火的痕迹 乌克兰士兵说俄军距离他们不远大约在3000公尺外而已 周边加油站被炸坏 民众也跑进便利商店找食物 不时能听见炮火和攻击直升机的声音 而镜头再转往乌东地区 东南茨克街头有大块飞弹残骸 旁边的公园没了孩童笑声 只剩一片死急 屋内屋外都是断圆残壁 另外还有飞弹直接打进民宅 当时民众在睡梦当中被巨大声响惊醒 冲户玻璃被震碎 屋顶瓦片也掉落下来 乌克兰军方也公布在卢干斯克的画面 一辆被打坏的俄军坦克停在路边冒白烟 而民众在战火之下想办法生存 因为当地严重缺水 大批民众拿着塑胶水桶 在加水战外排起长长队伍 又有人找到井水 克难的打水回家用 但看着家园几乎全毁 没人知道何时才能恢复正常生活 的确战火无情看得令人触目惊心 不过我们待会看到的是 现在一直有消息传出 是不是乌克兰的总统 已经逃出国外了呢 其实今天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他还是开直播 宣示他人就在乌克兰 并没有走开 甚至强调了 其实俄乌谈判之所以破裂 是因为俄罗斯一开始 就在死胡同里面逼迫乌克兰 不过连续几天 他都开直播跟他的选民 甚至跟他的民众告诉他 总统并没有逃跑 当然也希望是稳定民心的作用 不过我们待会看到的是 俄罗斯现在普京就说了 由于乌克兰已经拒绝谈判了 所以俄方已经全面的来进攻 最新的是俄军已经在乌克兰的 水利发电厂集结 而那么台湾说国防部要因应 像是这样子的乌俄局势 释出了战备片 包含了我们的公山雄山 跟地面浴火实弹射击 全部都曝光了 那么俄罗斯最新的状况 到底又是如何呢 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攻击 可以看到油槽都已经陷入火海了 反导弹的飞弹打下了俄国的攻击机 看起来两边的火力都相当的强大 甚至乌克兰的女议员 已经直接拿起了AK-47的步枪 强调要守护家园 她也有责任 街上也有来自空中最下的卫爆弹 但是我妈带您看到最感人的 这一幕当然就是 因为现在乌克兰是八岁到六十岁的男子 通通都不能离开国际 要帮国家出战 也因此这个小朋友 有一对儿女 叫乌克兰的爸爸只能把他们带到边境 因为爸爸没有办法出境 随便交给一个陌生人 就把他们两个的手跟护照 还有妈妈的联络方式 因为妈妈已经逃到乌克兰境外了 希望这名陌生女子 可以带他们去找寻他们的妈妈 把小孩移到安全的地方 去到可以安全的避难 不要受战火的威胁 而爸爸没有办法 只能回到乌克兰境内 继续为国家来奋斗 这样子的故事其实一定不只有一个 一直在乌克兰上演 我们现在就要请到前空军的副司令 他来带我们了解说 现在乌克兰到底是怎么样被进攻的 俄军他的攻势又是如何 透过我们的另外一张地图 要来带您看到的是 我们来请问一下将军 现在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进攻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状态 从这张图看得非常的清楚 三面包围 北面的话是从白俄罗斯进来 到直攻基辅 因为秦贼新秦王 基辅是他的首都 总统就在基辅 所以他这个主力在这个地方 非常的清楚 然后从东面过来的 这个多面进行 一个是卢干斯克跟盾内刺客 这个是他这个乌冬地区的 增子区 这个地方已经发动攻击 在这个地方 所有红色的地区都已经变成 俄罗斯的军队攻占了 不过我们有发现一个地方是说 他这个攻占区域是不是越来越多 对 往往里面挺近了 换个大军进来了 然后从南面 南面有三路进攻 第一个中线 中线部队的话 从克里米亚半岛往北取 然后另外的东面跟西面 是因为这边是亚述海 然后这边我们知道是黑海的部队 他从这个地方做登陆 所以三面一个路上 然后两边做一个潜行攻势 所以变成北边东部南部 三面一个战略包围 把整个乌克兰就形成 就有来 就是欧宫捉鳖的泰式了 然后他把所有的机场先炸掉 你看我们这机场都有这些 都有这些点 这些都是他攻击的地方 在普丁总统下达攻击令之后 立刻有76处的重要的军事设施 通通被摧毁 他已经在事前的时候 这些攻击要摧毁的清单 俄罗斯岛就准备好了 一下令攻击 其实六个重要的 包含雷达战 包含防空飞弹阵地 也包含机场 还有他重要的指挥的设施 先攻击 所以他第一时间的时候 乌克兰已经他的战力 他的主战的力量 已经受到摧毁了 然后再进行攻击 然后另外一个最重要就是说 白俄罗斯他没有参战 但是他提供他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基辅距离白俄 最近的180公里 所以从这个地方借到 取道过来 所以当初俄罗斯跟白俄罗斯 在做军演的时候 就已经先讲好了 就是要取道 不然他要跟他联合军演干什么 就是因为基辅最靠近的是 白俄罗斯这个地方 所以从这个地方做进攻 这个地方目前是战火 最密集的就是首都 因为首都一旦把我们讲到了 把泽伦斯基抓到了 可能就按照俄罗斯的脚本 就要宣布可能达成 某一种协议 是这个地方 不然他为什么 致重点于这个地方 这是非常清楚的 这个是地面磨合 这样子过来 一直这样过来 再切过来 一直到处入黑海 这个地方整个是乌冬 重点在乌冬 乌冬整个战略之后 再向乌西推进 所以现在很多逃难的人 都往这个地方 波澜的地方去 现在我们一看出来 躲在这个防空洞 组在地铁下面的 有很多是年轻人 应该是老弱妇孺 躲在防空洞 年轻人上战场 应该这样子 然后跑掉的 不可以有这些年轻人 年轻人要到战场 年轻人也有跑掉 议员也有跑掉的 这亿万富翁也有跑掉的 这个时候就不对 这个时候大家要共复国难 这个时候重要 这样子土丁才会有相当大的压力 因为现在包括德国 还把这些 我们讲到的 它的短程的这种刺针飞弹 就是防空的飞弹 还有反腾够的标枪飞弹 提供给乌克兰 做它防卫用 所以现在原则上 这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是不会军事介入 但是武器提供给你 因为德国本来是不提供这些 具有攻击性的武器 提供给乌克兰 换句话说他们提供武器给他 但是不介入 因为只要北约国家介入 进入到乌克兰 就可能就是世界大战 所以他现在要避免这样的状态 状态 对 那他就提供武器给他 现在的话换句话说 乌克兰的军队是陷入险战 险战 在这个状况之下 到底要 在这个状况下 他是要单打独斗 独立面对俄罗斯大军 俄罗斯大军 我们看这个很清楚 红色都是俄罗斯的 你不管是这些他的军队的人数 还有他的这些火炮 坦克 装甲 还有他各式的反战车的武器 都是俄军战上部 毕竟 当然乌克兰的本来的 他国防的军力并不弱 但是他的军功是很强大 但是并不等于他有战力 他的生产是蛮多的 但是他战力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的训练 他的针目 还有他的这个布局状况 都有情况 但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 就是他在哲伦司机 他有一个自拍 视频影片 我认为他这个要做的不对 他要强化 和哲伦司机是三军统帅 他应该把野战俘穿起来 把防弹背心穿起来 手上拿着AK-47步枪 后面把他30个将领 官方国防部长 副部长 参谋总长 三军总司令通通站在后面 通通穿到防弹背心 拿了步枪 挂了每一个人挂了500颗的步枪弹 就是展示我要开战的决心 带头带去打仗 对 带头打仗 你看我后面的将领通通在 通通都在 我们就是要抱着必死的决心 我死则国生 这样就不一样了 就他一个人自拍 这个力道就受了 我们打仗也要种到心理战 要宣传战 在宣传战 我认为俄罗斯在这一方面 做得是蛮积极的 他把他这个目前的状况 推进的状况如何 然后目前功课 准备进入基辅 然后对他的发电厂 对他的核电战怎么样做占领 他都有做报道 但是这个我们想认为 乌克兰应该要每日 乌克兰战报 每一天总统主持战报 我们昨天的时候 击毁多少辆的俄罗斯的坦克 打下几架的俄罗斯的战机 摧毁几个俄罗斯的攻击直升机 然后坦克他的 还有他的甲车火炮 我说很多人 然后重伤或者是击毙 俄军五百人都怎么样 可以讲出来 然后俘虏俄军 有这个两千人 讲得很清楚 没有战报 然后2月28号 3月1号开始做战报 乌克兰战报 然后对乌克兰的人民宣示 我们要怎么样继续抵抗 第二个我们对世界的 要怎么帮助我们乌克兰 第三个我们挺联合国 要怎么帮助解决我们俄国 跟我们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也对世界都照顾 这个样子 他的宣传战 他的心理战就拉起来了 结果不是他自拍 你看我还在 我还在基辅 我并没有逃 结果感觉 你这个还太单薄了 穿了衣服 也不像要打仗的衣服 这个有一种就是说 心理动员 武装动员 还有这种精神动员 这个放弃宣传战 这个效果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可以对全世界的广播 现在这个媒体是非常无远弗界 当然 他应该善用的就是这些招式 但是他非常可惜 他是一个喜剧的演员 那居然演成悲剧 那这样子 他要赶快做角色调整 我们知道按照笔法上来讲 知军队可以进 如果不知军队可以进 不知军队可以退 叫做弥军 伪弥的弥叫弥军 弥军是不能打仗的 一定要这个 千军欲得一将难求 这个将领的指挥跟布阵 布施 这个很重要 怎么样去攻击 怎么样守 怎么样进退 怎么样调兵潜将 用什么样的火力是最好 要实施内线作战 还是做外线潜行的包围 这个都有他的道理 因为这样子可以事半功倍 发挥到作战的效果 整个战略态势 这个将领要非常的了解 尤其是统帅 他是三军总司令 了解所以他应该要来 扮演这样子的角色 那么我们谢谢将军跟我们分析 当然我们也很关心的是 现在基辅这将将军讲的 是父辈受敌的状态 这一回他的战备 到底有没有准备好呢 我们都知道他跟俄罗斯 当然在兵力上 在武器上 的确是有很大的悬殊 依照全球战力排名 俄罗斯排名世界第二名的 但是乌克兰是排名第二十二名的 我们就想要来请教一下 我们的新美式议员袁志哥 你怎么看你觉得乌克兰这一回 可能也是战备的部分 你觉得他准备好了吗 当然以武器来讲的话 乌克兰是比不过俄罗斯 不过我觉得他们这一次 就是士气很高昂 所以他让这个战争 其实有点让人家出乎意料 因为我记得礼拜四的中午的时候 忽然间就俄罗斯 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当时很多专家都评估 会在48小时到72小时 这个泽伦斯基就会被退下台 然后俄罗斯会建立傀儡政权 我记得那时候大家都这样讲 今天已经超过72小时 但现在看起来俄罗斯 是还没有办法攻下乌克兰 我觉得乌克兰 我们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真假消息 可是有一些画面流出来 其实是让你觉得很感动 比如说刚刚那个 佳琪你提到的 就是有一个他肉身挡坦克 他也不怕 然后我有看到一个80岁的老妇人 直接去骂俄罗斯的士兵 说你在我们这个土地干嘛 也有的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 女国会议员36岁 拿AK47拍照 就说他要上街头去练习枪击 甚至他们前总统 有一个巧克力大亨 糖果王国的一个前总统 他也说他要拿枪 就是去奋勇杀敌 我觉得这一切一切 都会让你觉得说 他的士气非常高 然后另外就是 因为我觉得乌克兰 他也发布了很多影片 就是告诉大家他的战绩 这某种程度来讲 也有凝聚他们的士气 像俄罗斯不是也 俄罗斯他有一个营长 一个旅长又被抓到 最新又有一个上校被抓到 他们就是用那个影片 拔他关节还打他 就让大家觉得说 他好像有不断的 有往战胜方面去 然后我还看到一个影片说是 俄罗斯的战车没有游了 没有游碰到一个乌克兰的士兵 乌克兰司机 就跟他们讲说 要不要帮你拖回俄罗斯 就是有点也是嘲碰他们 所以你会发现战争除了打的是 佳琪你刚刚讲的 军力设备之外 其实战斗者他的士气 也是非常的也很重要 我觉得他目前 本来国际间 一开始对他的资源 是没有那么多 可是现在越来越多 刚刚将军讲那个德国 德国一开始也没有提供 现在也要提供阵次飞弹 所以随着这个消耗战 19战这样打下去 我觉得当然战争都很可怕 就是希望他赶快结束 的确是这样讲的战火无情 但是我们带你看到的是 在乌克兰现在当然也 引发出了逃难潮 很多的民众都想赶快逃离乌克兰 甚至我们可以带您看到的是 根据卫星照片 超过12万人已经在大逃难了 甚至在路上 如果直接已经塞车了 他们车子也不管了 就丢了就赶快跑 不过我们带您看到的是 现在全世界似乎 都开始要来挺乌克兰了 不过还没有实际的动作 除了德国给他们一些奥援之外 现在包括了白俄罗斯的反对派 也自愿参战 要来帮助他们来对抗俄罗斯 但是有人挺乌克兰 也有人会挺俄罗斯了 像是车臣的领导人就宣布了 他要求乌克兰总统 跟俄罗斯总统普丁道歉 甚至还出兵1万人 甚至锁定的就是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说 只要每个人发一个小卡 如果不能活捉 就直接处决 那么有人就担心了 这世界的第三次大战 是不是真的要来引爆了呢 我们就来请教一下 红卫议员你怎么看 其实一早开始 拜登就说 如果俄乌之间发生战争的话 就会引起世界大战 但是会不会引起世界大战 我必须说 以目前的态势是不会的 因为刚才也讲得非常清楚 第一个美国不会派兵 讲得非常清楚 美国战略清楚 另外就是北约到目前为止 也决定不派兵进入乌克兰 对俄罗斯作战 所以看起来 他现在比较是一个区域性的 但是未来会是怎样 就是说其实战争的情势 是瞬息即变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俄罗斯现在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我相信他们也不是要全面的 去占领乌克兰 因为这对于他来讲 边朝莫及 而且是非常非常大成本 他现在非常清楚的就是 他要推翻以泽伦斯基为主的这个政权 所以一直讲说会有斩首行动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莫斯科 俄罗斯动不动就讲说 泽伦斯基跑掉了 泽伦斯基跑掉了 那所以泽伦斯基就要开始自己直播 自拍告诉大家说 我还在我还在 那说实在的 泽伦斯基是一个喜剧演员出身 他不是一个军事的专才 所以刚才张将军讲说他不应该只是玩一个什么自拍 这个自拍好像是一般的网红所做的 你应该的是穿上你的军服 然后后面拿出你的AK47 显示说我今天就是在乌克兰跟我们所有的人民站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因为以现在的网络世代 泽伦斯基对于乌克兰的军民 还有对于世界的这样的宣传 事实上这个大外宣 是还是有造成一个效果的 也就是说他不像当时的阿富汗 记不记得阿富汗那时候一失手的时候 塔利班一攻进来 他们的领导人第一个就跑掉了 就完全就跑掉了 所以如果泽伦斯基现在如果被斩首 或者他跑掉的话 我觉得乌克兰就垮了 也就是说俄罗斯他就达成他的目的 因为他就是要建立一个傀儡政权 这个傀儡政权要听我的 要把所有北约西方美国的军事力量 全部的移除乌克兰 不可以对我造成威胁 这是俄罗斯现在最主要的目的 但是现在第一个 泽伦斯基对不起 泽伦斯基现在还是在乌克兰 另外刚才讲 其实有几个画面 让我们觉得还蛮感动的 譬如说还有就是士兵 一个士兵肉身炸那个桥 他说他要延迟这个整个俄罗斯的 那个军队的推进 他看了对非常感动 那另外今天就是有点沉迷 就是那个蛇岛 那个蛇岛的这些所有的士兵 到底有没有全数死亡 其实泽伦斯基很厉害 他说这些蛇岛士兵已经占到 一兵一卒全数死亡 大家心里非常感动 那觉得其实本来想逃的 也要绝对留下来 死守家园 那整个的国际社会 对于乌克兰会给予更高度的同情跟尊重 所以你看到 原来不愿意提供一些 这种战略性武器的 这个德国他愿意提供 有些欧洲国家愿意提供 还有其实本来 欧美对于要不要制裁俄罗斯 其实大家各怀鬼胎 因为你想说制裁俄罗斯 可都有想说 我的天然气该怎么办 所以到现在连一个最重要的swift 到现在本来是 大家都没有办法达成协议 现在大家决定说 好吧 那我们就制裁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说 对于俄罗斯到底 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尤其是这些北约 以及西方的联盟 那么台海的局势 是不是同样也要关心呢 休息一下 广告最后对您来了解 没法达成协讯